我真的好久沒見了 第一是因為搬屋 一年搬兩次 命是會短幾年的 然後第二件事 如果有上來的同學都知道 我現在變成社區中心 是我昨天一個朋友說的 Ada先生說 喂!社區中心啊! 我說是嗎? 好忙啊!最近託賴當然是好事 所以我經常說清理很重要 因為你清理了你真的很不同 我覺得今天我可以講一點點 為什麼清理會有影響 為什麼會有幫助 我用一些佛教的角度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大家知道業力因果的嘛 什麼叫做因果 就是大家知道 一件事發生了 然後它會有後續的影響 你先撇開 不要理會前世今生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交著了那個位置 就是前世今生 我不相信有前世的 什麼什麼的 收到很低嗎? 是嗎? 你看到我們紅色嗎? 你真的很壞 這其實是紅色來的 我今天還沒買那個圈燈 因為八號風球 我被困在一個離島 被斷食 OK? iPhone鼻沒有電 差點做不到LIFE Anyway 那就是業力因果 大家先不要糾結在前世今生 就是很簡單 我今天因為八號風 所以被斷食了一天 是不是? 怎樣的樣子 我想拔近一點 OK 還有阿黃同學 你幫我調大聲一點 我的樣子漂亮一點 麻煩你 OK 好了 這樣就 有沒有好一點啊各位 我現在正在喊的了 我就是被隔壁的外國人投訴的了 OK 好 我隔壁的外國人很喜歡投訴的 瘋的 Anyway 好 這樣就 Blue Object 對呀 是Blue Object 我隨便給你看 你這麼喜歡看 你這麼 最近我們這個社區中心 你又不上來了 是 見不見到啊各位觀眾 Blue Object 不用問了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迫勢 我這個世界最喜歡的幾件事 就是迫勢和貓 OK 這兩件事是多多益善的 OK 繼續 好了 今天是8號風 這個就是因 果就是我被斷食 問好她也肚餓 然後我就出去 要是落了3號波 又是因 然後我就出去茶餐廳 就吃了剛才那個 叫做豬扒 和那個涼瓜菜寶蛋 OK 我就飽了 好簡單 整個因的關係很清楚 這個就是我們所理解的 但是因和果之間 很少人說的就是個緣 我們聽說是因緣和合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進入了所謂的 末法時代 就是佛法會越來越色味 佛教就是有時間觀念的 它就不會說 你所有東西因為我是真理 我是唯一的真理 所以我就會千秋萬代下去 不會的 我們至於留意到 其實有兩至三個宗教 有這一種概念 佛教 佛教是講無常的 甚至 釋迦牟尼佛 甚至佛陀所傳下來的法 它都有存在的時效性的 正法時代 漲法時代 接著就是末法時代 OK 現在就進入了末法時代 我只會想 我自己前幾世都在做什麼 在混吉 為什麼我現在末法時代 我還在動了 但是後來自己想想 不要緊要經歷的就經歷的 如果你有上來我們社區中心 你就會知道我經常都在說這句話 就是 whatever needs to happen Just let it happen Don't fight it 即是 英文所叫的神伏 而不是中文叫神伏 英文叫做 surrender Surrender 不是叫你被動 什麼都不做 不take action 而是 Well 它之所以會發生 未必是我們人力的控制範圍 因為我們要明白 就是這個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個業力因果 就是因和果中間的業力 就是那個過程 OK 那過程呢 它之所以可以形成 譬如我舉例 我要做一個 雪菜肉絲炒米 大家生同不吃 Anyway 你用一個比喻 我需要雪菜 我需要肉絲 我需要米線 就是炒米粉 yes OK 我需要這三樣東西 之外我還需要薑蔥 醬油 是不是 還有油 炒肉的油 鹽 你也需要加雞粉 你明白嗎 你需要這一堆東西的組合 你才能夠成為一碟 雪菜肉絲炒米 還有是否只有成份就可以了 又不是的 你還會需要什麼呢 需要人力 需要爐頭 需要廚房 需要炒鑊 是不是 然後那個碗 就是那個鑊鏟 你明白嗎 就是你要不同的component 我們叫做成份 因素 元素 放在一起 這個就叫做 因緣和合 OK 譬如我三千年前 我不可能被車撞死 你明白嗎 但是今時今日是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汽車犯名了 因為通街都是車 但是我在這個離島 我又不會被車撞到的 OK 但是我出去銅鑊灣社區中心的時候 就可能會發生 於是 所以就是 不同的條件 造就一件事發生的 我發覺我和很多人聊的時候 就是 大家是糾結了在 他不想那件事發生 譬如說 我不想病毒找到源頭 因為如果找到源頭的話 就世界大戰了 問題是 這個不是你控制的 你要搞清楚 不是你去決定 找不找到病毒的源頭 OK 如果病毒的源頭 是會expose的 它就會expose 它就會出來 OK 那你的取態 你的態度 對於那件事的不同之處 在於什麼呢 就是在於老實說你的頻率 如果你的頻率是在於 我開個表 老實說 我都不太記得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的頻率是fear 我們叫恐懼的頻率的話 哎呀我害怕 哎呀不好 如果找到源頭的話 那是世界大戰 害怕找到源頭 害怕世界大戰 聽到嗎 OK 但是如果你的頻率是在於憤怒 在於憤怒的話 那會怎麼樣呢 就是你會很生氣 有這件事發生 為什麼會有武漢肺炎 新冠病毒 什麼的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出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死 川普做得不好 你中國抗疫又不好 香港抗疫又不好 然後如果是憤怒的話 就是覺得 該死吧 我們這裡就沒事 你們那裡又怎樣怎樣 我家的口罩就有150盒 你看你們就該死 其實不同的頻率 會影響你看到不同的東西 對不對 我經常講一個比喻 就是在社區中心 大家聽不少 就是你如果在螞蟻的高度 你就會看到地面 然後你會看到路不平 那裡有水哄 然後你就會可能戰戰兢兢 但是如果你是一隻貓仔 你已經是一個predator 一個狩獵者 那貓仔就說 牠也可能會戰戰兢兢 尤其是浪浪 但是牠已經高過螞蟻的高度 牠可以去狩獵人家 牠也會害怕的 怕大狗去咬牠 怕有其他的predator出現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巨嬰 老嬰的話 你在上面腐陷下來 所有東西都在你的掌握當中 你明白嗎 是不同的 所以頻率就是高度 我以前做很多客人 是20和30的 shame 就是羞愧 那你說羞愧是什麼呢 很多東西的 譬如舉例 牠羞愧自己讀書不多 牠羞愧自己身形不漂亮 很胖 牠羞愧自己學識不夠 牠羞愧自己 賺錢少 ok 這種羞愧 或者是 我羞愧我有這樣的家庭 或者我另一半覺得很羞 不見人 這種都是一種羞愧 你自己會對應 不用我幫你對應 然後內疚 內疚是有些事情 你可以是有些事情你要做 你沒有做到 你內疚 譬如舉例 我應該多些時間陪我爸爸 在他在生的時候 但是我陪他不夠 我現在內疚 也可以是 我不應該大聲罵我同事 或者我媽媽 但是那時候興起 我生氣那一刻 那我就罵了 ok 這問題是 憑慮這件事 它恐怖的地方 就是之前有說過 就是它會鎖住你 我不是說封鎖閉關那種鎖住 而是你可以理解差不多 你是會在那個狀態裏面 出不來的 其實就是鏡子法則 Law of Mirror 就是Law of Attraction 它是會不斷 給你這樣的人事物 讓你繼續有原料 Hello 大家好 是的 它會不斷地發生 讓你在那個情緒裏面 令到你無法逃離出來 直到你有一個大的靈性增長 ok 那我就說 其實我以前我懂得檢查 就是20歲左右 到今時今日 我是Law of Attraction 差不多20年 在Reason 即400 講邏輯講理性 那這個頻率有沒有不好呢 其實有的 你說說邏輯理性很好啊 是吧 Well in a way 做事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對那些同事 那些同事就會覺得你不近人情 其實就是因為你不理解為什麼他有情緒 你不明白他在那裡糾結什麼 我以前開餐廳對著很多staff 你不開餐廳對著很多staff 你不開餐廳就說了 你覺得上班時間長啊 還是你覺得人工不夠 你不明白 你說就可以了 但是那時候的我 是不理解的 為什麼你們在那裡糾結 你不是說的 有些什麼不是說的 OK 我現在 去了Love to my joy OK 所以你問我 我沒有不開心 我沒有不開心 我真的沒有不開心 因為我幫人檢查 情緒糾結的時候 他們會說 那這些有人會說的 那這些人都有的 我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譬如你說迷惘 我沒有 OK 你說傷感 我真的沒有 因為我現在去了Joy和Love Love就是我現在 明白別人的糾結 就是愛 愛的朋友 其實我喝死糖水的時候 我就是 看到關於愛的訊息 其實他類似是一個預告 給我看到 他不是說我將來去到這個朋友 我當時認識不到的 但原來就是 我要做愛相關的事 我知道很噁心 是不是來自我的嘴巴 是一個太陽倫的人 把嘴巴說愛是 嘖 但是是真的 就是我要用愛的角度去看大家所有的糾結 幫大家去解決 那Joy就是開心 當你有愛你才會有開心 所以你看到那個層次是不同的 OK 最初在400就是reason 邏輯 邏輯理性 你沒有感性 你感受不到愛 你也不會很有愛去包容別人 明白嗎 然後你有愛在500 再升上去540的時候 那就是開心 喜悅 而那種喜悅 不關你買了什麼事 或者你搬了一間什麼 我不是說我搬了一間我不開心 我很開心 因為我怕我的貓很開心 OK 我買了一條南壁西 我當然是很開心 是不是 起了錢 我終於買到了 但是那種喜悅是你一個固態 一個固有的狀態 OK 好像今天八號波 我都會在Facebook分享出來 我自己私人Facebook 只是分享兩件事 要麼就是政治 要麼就是貓、狗的東西 我沒有分享我自己私人的東西 就算我自己私人Facebook 但是 我是 我分享一些東西的時候 例如貓、狗 好像今天八號波 那我就會跟大家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看到貓、狗在避雨 千萬不要說牠們 你隨牠們避雨 我都會跟大家說 如果可以的話 代替乾糧 或者你不嚴重 你當罐罐 但是乾糧老實說 你可以多代很多 你用那些密實袋 就這樣代替乾糧 你經過如果看到浪浪 你倒少許給牠們吃 因為牠們現在遇到你 可以吃到這一頓 牠們不知下一頓是何時 還有你不知牠們對上一頓是何時 所以這些是佛教所說的 其實是最… 是報師 很多人 很多人 再說回頻率 如果你的頻率是低的時候 你是 fear 恐懼 一白 我為了牠 牠會不會跟著我回家 為了牠也不會為你一輩子 這樣 這個就是 fear 有些人是 desire desire 就是慾望 就是我為何要做這頓事 我給牠之後 報師 報師好 對呀 報師會付足 會有錢 那好吧 我報師了 何時會付足 就是慾望 我發現很多香港人 是真的在… 其實真的低貧 老實說 剛才說 shame guilt 就是羞愧 內疚 apathy 冷漠 就是國家自掃門前說 不要搞我 不想犯 有什麼事情都你自己搞定 你拆掉它 不要搞我 然後不想關心社會 不想關心其他人 那個就是apathy 那種apathy可以延伸到自己身上 就是對自己都冷漠 不是直接對人的 或者可能他對身邊人冷漠 但他對政治很熱衷 都不出奇 但是說的是冷漠 pa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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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他們很忙 不要緊 慢一點 接著就是grief grief就是悲傷 而這種悲傷 是因為失去的悲傷 因為你失去了一些東西 而引起的悲傷 他不是悲傷 而是grief 好了 接著有恐懼 我剛才說過 例如讀書 怕不成業 怕找不到工作 找了工作 又怕做不好 又怕被老闆罵 未拍拖又怕不會拍到拖 拍到拖又怕 男朋友或女朋友對你不好 結不了婚 結了婚又怕會滾 如是等等 一輩子都害怕 設計就是想 我想做六合彩 我想移民 我想不用做 明白嗎 很多的想 但是這個想有什麼問題呢 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都是想的 想就是因為你會得不到 欲求不得 輾轉反則 這是欲望的頻率 然後是anger 猛僵 整天都吵 整天都猛 他那個anger 是一個固態 一個常態 總之就是猛 就是生氣 很容易就穿 但這種和太陽倫 那種容易穿 是不同的 太陽倫那種 就是說 他 是有東西 可以引起他 但這種引起 往往和什麼有關呢 就是往往和不公義有關 譬如 他見到有人佔別人便宜 他會生氣 他見到有人做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他會生氣 但是他不是什麼都生氣 明白嗎 明白嗎 就是不會 是有生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一些人 他是整天都生氣 整天都生氣 那些就是很有機會 他本身是anger的那個頻率那裡 我想提一提就是 不要以為只是人有頻率 地方和物件都有頻率 OK 譬如我舉例 譬如你買了那件股東監司回去之後 你發覺 好像那些東西不是很妥 這樣 可能是那件東西的頻率的問題 或者是帶了一件飾物之後 那個 你覺得好像周身不醉才 覺得很好 是跟頻率有關的 OK 那地方絕對是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那間屋是anger的頻率呢 那就是整間屋裡面的人都很醜 明白嗎 或者是design 整間屋的人都會 哇 我很想升官發財 或者老公就想升官發財死老婆 OK 那老婆就說 哎 我就想看韓劇 哎呀 我就想我 哎呀 老公呢 如果好像元彬那麼英俊就好了 那些 OK 很無謂 是嗎 Eric Good for you 你的頻率提升了嗎 你提升了很多 現在 現在聽到節目 其實很多人都是 清理過 提升了頻率 其實 我們會檢查 你有多少個黑暗物論 你會發覺 往往有七個六個黑暗那些 他的頻率往往是低一點 那如果 譬如說 你會旁邊有人 一起來 我們通常三個三個 沒有這樣做 那旁邊的 如果有一個人 可能有三個黑暗物論 差不多的話 他的頻率會相對高一點 OK 那我們叫做 低頻 去到最高的 175 就是pride pride是什麼呢 傲氣 OK 那傲氣有什麼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你覺得 我很proud of 什麼 譬如說 我的貓很漂亮 我很proud of 我的貓很乖 我覺得我是一個好人 我很正直 但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有對蠟臉 其實就是 我的貓很漂亮 那就是 有些貓我覺得不漂亮 OK 或者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好人 那就是 有人是壞人 明白嗎 所以你會發覺 有些人 他很深陷 Rosie 哎 哎呀 OK 你看到有些人 他身陷一些 譬如辦公室政治 或者跟別人有很大的衝突 不和的時候 往往就是因為 他在這個頻率上 就是pride 就是他覺得自己對 覺得別人不對 明白嗎 好 好了 這樣就說到這一點 我 接著就轉 下一個題目應該說什麼 其實 對 因緣和合 剛才所說的 你看東西那個 同一件事 譬如我拿一個例子 OK 這個 水壺 Bityway是很好用的 香港 Local品牌 很多年歷史 是真的好用的 唯一就是不要掉它 因為它是玻璃膽 我不是幫它賣廣告 我自己在用 它是玻璃膽的 所以你放一些有腐蝕性的東西 例如檸茶 那些 或者是蘋果 生酮的人 需要喝蘋果草開水 那些 它不會有問題 因為不受鋼膽 或者不知什麼膽 那些 有機會 不是說一定 但是 有機會不行 如果它的鋼水 不是304 有機會 因為始終它有腐蝕性 你明白嗎 譬如說 舉回這個壺 或者這個壺壺 去說 它會發覺 不同的人 對它有不同的反應 有些人 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人覺得它很貴氣 一定覺得它很便宜 有些人覺得很棒 有些人覺得很不順眼 有些人覺得很不順眼 正如林鄭也有人很喜歡她 是不是覺得匪夷所思 是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大家那個 業力因果的組成部分不同 你記住 那樣東西本身是neutral 它是中立的 糊便糊 你明白嗎 糊便糊 但有人可能會覺得 這麼便宜 幾百元的東西 我不會用 這樣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 哎呦 為什麼 哎呦 想上來 是不是 上來吧 乖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樣 那樣 那樣東西本身是neutral 你這個人是neutral 那邊是neutral 那邊是neutral 為什麼大家 不論去Amazon買書也好 或者想同好買東西也好 什麼都好 你會發覺所有的review 一定是有好有不好 別人對你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它在你身上 其實是看回自己的糾結而已 你明白嗎 譬如我發覺 我有女生朋友 她走出去學一些零擺課程 她就覺得 可以自己做到的了 這樣 但是其實 我當然 當然我會是 喂 你們去學 這樣 我可以教你們用另擺的 你上來 我們社區中心 你都知道 OK 我一天都拿著 我一天拿著手 有龍損 但是 是不是代表 你做到exactly我做的事情 這樣 其實 未必 這個原因 阿布丁和我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這個和縮世的因緣有關 你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 他今世 他一學一樣東西 嘩 就懂的 俗稱可以有天分 其實那不是天分 用佛家 業力因果的角度去說 其實那個人 之前 那幾世 或者一世 是有學過這件事 他今次只不過是重新 重新重新 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 有些人 英文對他來說 完全沒有難度 可能他 剛剛那一世 或者之前幾世 他曾經在外國生活過 或者是一個外國人 所以一來就能說到 OK 就算他不是小時候學到 或者音樂天分 或者什麼都好 這個是和縮世恩緣有關的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來到這一生世 我們會看到有些人 我們覺得他熟面 我們會覺得 很有親切感 我們會喜歡他 但是有些人 我們會不喜歡他 我們會很排斥他 其實就是因為你 他讓你照見真相 我們有一對姐妹的客人 那個姐姐上來 我如果問她怎樣 她說 沒有啦 多好啊 那些八婆不侵我玩 我就不跟他們玩 很厲害 其實 她預約了預約 那 改過 她有改過 我也有改過 但是 去到一個位 我的最高的自己跟我說 嘩 你不要做 他還沒準備好 不要做 先等一下 然後 我還在家裡 然後我說 但是 我們已經預約了她的預約 然後我最高的自己說 他還沒準備好 OK 對了 你知道我說是誰 其實 這個姐姐 她 我不開名 大家不會知道是誰 OK 這個姐姐所說的 這幫八婆不侵我玩 就是什麼 那我就不騷擾她們 這樣 其實我們聽到的是什麼 其實她被排除在外 OK 她見過我幾次 不是預約 只是想親來 都跟我說這件事 就說 明明介紹了一個 經官給她的阿太 跟著她們 就做了一個 跟著 明明她那袋 十萬 就可能最後只有幾千塊 不明白為什麼 這樣 發覺 那些錢都來到手上 就沒有了 跟著 那些人又 跟她玩 又不侵她玩 什麼什麼 其實 你的Higher Self 姐姐 其實是你的Higher Self 不斷要讓你看回 你的課題是什麼 你的課題就是 你將別人排除在外 所以 你現在被人排除在外 懂得家庭排列的人 就會很明白這件事 懂得家庭排列的人 也會更容易相信因果 因為她的影響 家庭排列 不是讓你看到前世今生 不是 但她讓你看到 因緣和合 她讓你看到過程 OK 原來我們祖先經歷的苦難 是可以 在我們身上延續 你覺得不科學嗎 這是基因 epigenetics 所以我們檢查 譬如說 清一次 七個黑暗默論 你一輩子沒有清 清七日 提升為評論 一個星期之後回來 再檢查你有沒有黑暗默 有很多人會剩下一個 我試過一次 有人剩下兩個 OK 然後開檔 有些什麼困在裡面 其中一個要檢查的是什麼 就是創傷事件 但是創傷事件 是不是一定是個人 自己 不是 可以是我們的祖先 所以家庭排列 你可以十幾人 OK 你可能要給 萬幾元 或者大的幾千元 去排出來 去看真實的反應 OK 但是也可以 一來檢查出來 就是 你有這樣的困難 我們很多人 其實我們有一個困難 就是 Theft Robbery 和Dispossession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的祖先 因為很多是 北邊下來 鄰近地區 你知道鄰近地區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OK 經歷過很多次的走難 不是只有近代 有四次藍遷 四次的遷律 其實就是因為苦難 而中國人 你想想 很喜歡一開口 就問人 吃了飯味 OK 你以為只有廣東 香港是這樣嗎 喂 吃了飯味 你看到看家 你也是這樣問人 但其實不是的 是 甚至台灣 或者潮州 都有這樣說 我的台灣人很肉酸 我試試說 吃了飯味 問人吃了飯味 你發覺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是一個 集體意識來的 是中國人的集體意識 就是因為經過太多的饑荒 這麼多年來的兵荒馬亂 朝代的更替 就會死人 饑荒 這樣 所以 這個就深深地 植入了我們的基因 所以你留意到 中國人 是特別難叫他斷食的 哎呀 不吃東西 哎呀 胃會壞的 不行 這樣很傷胃的 酸野又說是傷胃 就是拋頭了 然後 吃小口也說是傷胃 拋頭了 這樣 OK 對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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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Hello 對了 所以其實 你會發覺為什麼 中國人這麼難斷食呢 就是因為 集體意識 大家都饑荒過 其實我們現在 要做的是 人類的集體意識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有一個老師 John Velo John Velo Malchizedek 他是 一個很偉大的導師 大家如果不知道他是誰 有一本書叫做生命之法 他當然 如果你看 你真的知道他的背景 是太神化了 哇 講科學的人 接受不了的 因為 他是由古亞特蘭提斯 的導師 都現身 向他說法 你會覺得 哇 神經病 什麼古亞特蘭提斯 古埃及 OK Seth Seth 那個神 走來跟他說法 OK 接著 那些 南美洲的 部落的遊長 你會這樣 走去找他 送一隻 烏鴉 走去刀他的窗 對 刀到他去 他們的部落為止 你可能覺得 太神化 接受不了 但是 如果你可以 open-minded 去聽 那什麼人會 open-minded 就是 頂輪主導的人 會 open-minded 心輪主導的人 會 open-minded 喉輪主導 可能 為什麼 頂輪主導 一定是 spiritual 去做 OK 因為頂輪是 直接通向 靈性的管道 來的 頂輪的人 有一個 弊病 最大的弊病 是會短命的 尤其 如果收蜜中 收婆娃 就真的不得了 真的很危險 因為一下子 就可以出去 然後 就死了 也代表 如果收婆娃 頂輪主導的人 會怎樣 就是 她也特別容易 連結到她的 higher self 特別容易 聽到 higher self 跟她說話 叫她醫治 叫她老 你們可能會覺得 這麼神化 那沒辦法了 你覺得怎樣就怎樣 但是 我其實 有幾個客人 都已經 可以聽到 higher self 包括我們的同事 是劉同學 劉同學以前是客人 她現在幫我們 去幫助更加多人 OK 她很有熱心 很有熱性 黃同學 本身就有煞滿背景 所以現在 我是 我覺得很好 很感恩 還有我現在有很多客人 都願意 做part time 去幫助人 這樣也很感恩 我們說回 John Paul Melchizedek 你可以當她是一個 即是這個時代 她好像是七十幾歲 七十九 好像是一個很偉大的導師 你會聽到 Sat Guru 之前 Ocho Ocho的爭議性 當然 但是 這些人 他們的靈性 這麼高 他們其實是來幫助 人類的集體意識提升 大家留意這件事 我們說集體意識 除了 Rosie You wanna come up Rosie 等你去廁所 不要緊 對 他們害羞 那些人 待會可能會見到他們 什麼叫集體意識 除了剛才說 中國人 你叫他斷食很難 你叫他 你明白嗎 除了斷食之外 就是那個恐慌 對財物那種恐慌 尤其如果你有家人 祖先 是經歷過文革 整副家產都沒有了 你會對錢 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 這一個其實 是在基因裡面 epigenetics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解釋過 2%是coding coding什麼呢 就是髮色 膚色 身高體重 遺傳病 即是那種基因的排列 98% non-coding 其實就是coding 父母祖先經歷過創傷和情緒 ok 這方面的表表者 這方面的權威人士 叫bruce Lipton 大家可以去看看 bruce Lipton 所以如果你有祖先經歷過 我們叫dispossession 什麼dispossession 就是他本質的財物 比如被充公 或者被霸佔 或者被迫放棄 ok 即如果你有祖先經歷過大的官司 被人告到破產 被人告到傾家蕩產 什麼都沒有了 那他的子孫都會有這件事 直到你個人清理了這件事 就沒有了 ok 是的 那 我想舉些什麼例子 剛才講到John Velo 好了 John Velo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導師 他來到這個世界 你問我他是大使命來的 他不是一個普通人來的 正如西藏我們叫活佛 寧波車 他們都是大使命來這個世界 是的 其實是幫助我們的集體意識 你留意很有趣的 就是貓 你發覺貓是寶寶貓 你不用教牠去廁所 你放一個貓沙刀 牠自己就懂得去 是貓的集體意識 你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狗公 不是罵人 真的是狗仔 男的狗仔 你發覺牠是看到柱 牠就懂得閉嘴 不用教的 這些就是集體意識 明白嗎 而人類現在的集體意識 都還是相當低頻的 我們的頻率是低的 大家的頻率都是 fear 當然陰謀論者就說 譬如說 Fre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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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叫做 我忘記中文叫什麼 就是 沒有人知道叫什麼 Fremason Anyway 就是那些秘密組織 美國的總統 全部都是那個組織 選出來的 都是那些 member 來的 好像說只是收男人不收女人 OK 我有些朋友都是 member 一個月去一次 穿西裝去參加 那你問我 這些組織是不是真實存在 我相信是存在 我知道在哪裡 共濟會 yes thank you 共濟會 但你見不見我講過 太陽倫時代 是男性時代 好像我太陽倫主導的 我也很陽光的 不是陽光的 是陽光的 OK 好硬棒棒的 OK 個人很有衝勁 很有魄力 然後很有火 好陽光的 我真的只有一個學系良人 布丁都經常說 阿姐你人妖來的 謝謝 認的 認的 香港有在肌微地道 傳說中 OK 這樣 所以有個說法 就是公濟會 或者其他秘密組織 其實就是 他們很成功 很有錢 就是說美國總統都是他們的人 OK 所以他們 就在所有的大機構權力背後 OK 他們做些什麼 就不斷地宣染恐懼 據說 藥廠背後的老闆 就是這些 共濟會的人 然後政府組織 總統 銀行家 傳媒機構老闆 所以你留意 雜誌 雜誌永遠都是 令到你產生恐懼 你未必知道的 未必知道 但譬如 拍照明星傳舞 很瘦 很漂亮 那你會有什麼恐懼呢 就是 怕自己不瘦不漂亮 覺得自己不行 哎呀 我沒有它那麼漂亮 那我就嫁不出 我沒有它那麼漂亮 那我就不會有人要我 這樣 那我就吃虧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會有這一種的恐懼 但是你看到為什麼 所有雜誌都要告訴你 你不如人呢 它就是要你有一個恐懼 當你恐懼的時候 會怎樣有 人恐懼是否會縮 你發覺看電影 很恐懼的 救命 然後你會整天縮 對嗎 它就可以取得更多空間 你縮它便可以 你明白嗎 佔據你的空間 它佔佔的空間便更多 你看香港人很多恐懼怕什麼 怕買不到房子 所以地產商便越來越大 越來越惡 其實香港不是沒有地 新界很多地 新界還有40萬呎地 是圈了地沒有蓋 是的 但是為什麼要你們恐懼呢 因為你們恐懼的時候 它除了可以take up 你的 space 之外 它可以控制到你 因為你恐懼 我給你一個解藥 你瘦了便不用恐懼 你便不用害怕教不出 那可以 我這裡有一隻藥丸 一吃了便會瘦 明白嗎 OK 接著一方面 不斷給你糖尿病 但是一會兒跟你說 會有糖尿病 那你就恐懼了 不要緊 打二島素針便可以 明白嗎 所以其實是 兩手 將我們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個陰謀論是真的 我不是告訴你是真的 我只是說 有這個說法 而已 陰謀論如果真的兩手握著 它 create a problem 然後再 provide a solution 我製造了一個問題出來 我再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那你們便在中間 不斷地無限 無限輪迴 無限地獄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少數清醒的人 少數走出來說真話的人 會被滅聲呢 很多醫生 是不拜傳統藥廠概念的 下場也挺奇怪的 都不知道為什麼 死法很奇怪 明白嗎 那為什麼我之前說 咖啡罐腸 會被人追擊得這麼厲害 你會發覺什麼人追擊我 為什麼追擊的 我不是說新谷宏實呢 是一個腸胃專科的醫生呢 他都叫人 叫了三四十年了 新谷宏實 沒錯 他是 腸胃專科 他發明搶到內規鏡的 他叫人做咖啡罐搶的 但是為什麼追擊我的醫生 不追擊他 是追擊我 明白嗎 為什麼 因為我講的 我講完之後 我的目的 我希望大家不生病 我希望大家可以不用吃太多藥 如果你想過來我們的社區中心 你見過別人做free flow 你就會明白 你的high self有多恐怖地看見 他真的知道你身體發生什麼事 我有一個濕疹的男客人 我們不要開名字 我知道大家知道他是誰 很多都 但是 他這次發了一個Whatsapp 他說 他說 醫生說 我的腎上腺可能有問題 說要轉嫁去看內科 看看有沒有開刀 然後我只是 我醫生加了四個字的粗口 上來社區中心都知道我是說粗口的人 我很坦誠 只不過在咪面前免費事 我想告訴他 兩個月前 第一次free flow 他的high self已經說了 他腎上腺有問題 叫他要吃什麼 說他哪幾節的脊椎 和哪幾個脈輪出了問題 是有說得很清楚 腎上腺 叫他吃DHEA OK 然後你告訴他兩個月之後 現在政府醫院要轉嫁去看內科 然後去檢查一下有沒有做手術 OK 我孤陋寡問 據我所知 腎上腺的issue 不是透過做手術解決的 OK 是功能醫學或者中醫去處理的 中醫講的保腎 其實不是真的西醫講的腎 不是去排出你身體 就是水分方面的毒素 液體的毒素的功能 而是我們人體的電池 就是我們腎上腺 日文叫做腐腎 你會不會經常都很累 剛剛有隻貓仔經過 其實是你的腐腎 你發覺iPhone 我經常都說iPhone第一代 我理得你充電 充電了一天 24小時 你一拔了條線 走出街 到樓上已經說沒有電了 你明白嗎 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天天睡醒 行屍走肉 然後喝很多杯咖啡 或者喝很多杯奶茶 才會醒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腎上腺 其實功能不好 如果壓力很大 它會影響腎上腺功能 它會分泌很多 皮質醇 很多腎上腺素 但是久了之後 分泌了很多 功能就會下降 到它不分泌 或者分泌不夠 明白嗎 所以我們做人要清晰一點 我們要看透一點 到底我們看的雜誌 報紙背後 他們的 agenda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新藥推出 為什麼我們的飲食裡面 這麼多糖 有原因的 那誰會得益呢 這麼多人病 哪些股票很賺錢 生老病死 未必控制到生育率 因為生不生 說白一點 說直接一點 你們搞不搞 你自己都可以選擇 但是你可以不生 就算你有搞到 病了 老了 這兩個是 只要你在世界上 你一定逃離不果 有什麼好得過 在這個方面 謀利 跟你說默論 有很多底論的人聽不明白 因為我不是說 底論要見到摸到才叫真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為了賺錢 你不應該跟別人說默論 你不應該跟別人說做儒家 你反而是最屑 最底論的東西 心老病死 心控制不到 病死一定控制到 OK 其實腦和病一定控制到 死 有些人死了 他不口狀也可以 對嗎 就像普通火花煞到海都可以 但是腦和病是能夠 我們說難聽一點可以淹得最久 因為你從出生那一刻 你已經開始衰老 你從出生那一刻 你已經開始病了 所以如果這兩個位 這兩個關卡 你可以操控到 你可以操弄到 操控到的話 你的錢是賺不完的 明白嗎 所以你看看為什麼 這麼多人會反對生痛 越多人跳出來反對那件事情 你越要想 其實這件事情 是不是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和飯碗 老實說我沒有買保險的 我沒有的 我有什麼大禍結的時候 才算 我都說我真的要開刀 掉了一條腸出來 我便去開刀 我便做手術 但是我平時 我懂得做經樂平衡 我有什麼事情 我問我的高層 他會直接回答我 你那一節脊跌了 那我就找阿達先生幫我撿 然後他說 你壓力很大 too busy 我高層說過幾次了 然後他說你接下來會 你壓力很大 我那時候還沒有 但因為我沒有聽他講 我繼續忙 那我真的會不斷地壓力 吃什麼都壓力 除了不吃就不壓力 就是這樣 所以 心水清一點 我們已經不要再在迷信權威 誰說什麼就一定是對 誰說什麼都不會一定是對 因為他也是一個人 正如 沒有愛因斯坦之前 你不知道有相對論的 我們永遠的事情 都是會被新的事情去取代 以及被打破我們的三觀 而不同默倫的人 你跟他說話要用的角度 就不同了 OK 都是那一句 你跟底倫的人說默倫 是沒有意思的 除非他是一個 真是清理了提升了的底倫人 我們有的 他是一個診所護士姐姐 他就一點都不底倫 但很多底倫的人 一般沒有進行過 沒有清理過 什麼都沒有做過的話 氣功 靈氣 然後 清理默倫 對他們來講 很多男人 很喜歡說自己什麼都不相信 靠自己 其實就是底倫人 當然你沒有辦法核實 直到你確認了 你確認了 但你確認了 你也要得到他本人同意 OK 其實 一開始講的題目 就是 因緣和合 其實在講的就是 天時地利人和 再加上你的個人意志 其實佛教是很科學的 因為不是我靠自己 你試試在荒山野嶺 靠自己上網 你靠自己在海中 中央變成一艘船出來 你明白嗎 就是 大家 靠自己 你只能夠 沒有人叫你去學默倫 去連結你的highest self 就不靠自己 為什麼你會這麼強烈的意願對立呢 因為你頻率低 你看不到宏觀的圖片 你明白嗎 我們講家庭牌 你經常都講 其實就是你要看見 那個人被你排除在外 那個人被你排除在外 即是說回家姐 剛才的例子 她被人排除在外 Hi Iris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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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被人排除在外 就是因為她把人排除在外 所以她的highest self 不斷地被她看到 OK 她排除別人 所以她要被排除 明白嗎 哎呦 這是誰 這是誰 哎呦 這個就是我的小孩子 來來轉身 哎呦 這個就是pasta 媽咪吃完你 整面都是貓毛 不硬硬 你要上鏡 因為你英俊 好嗎 你想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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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給媽媽捉了很慘 慘慘豬 嗯 你讓人家見到你多英俊 才行 媽媽真的覺得你很英俊 還有你讓人家見到你有多嬌嬌 才行 是嗎 Parsley Parsley在我面前 Parsley你先過來 Parsley在後面 喂 小孩子 你去哪裡 嗯嗯 你看看她英俊 大家看看她多英俊 嗯嗯 OK 好 Parsley Parsley 不知道是哪個Parsley OK 你坐在這裡 是不是要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OK 媽媽這樣跟你做節目好嗎 好嗎 乖 哎呦 我的甜蜜 OK 糟了喂 一有貓出現 我馬上忘記了我說什麼 我剛才說什麼 你要Parsley 我要去捕啊 我不走開啊 我下次捕著她開吧 好嗎 捕著她開咪 Rose現在都在樓梯裡 是啊 Par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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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看這裡是不是 你看看 你看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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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媽媽是嗎 嗯 你很甜蜜 OK 做得貓老母呢 就要把最好的給自己的毛毛 OK 你養得呢 不論是 我講價值 OK 你養得你就要養她一輩子 是啊 你要把最好的給她 不論是吃的用的 是的 住的環境 所有東西都是 是啊 OK 好了她現在落了睡床 媽媽繼續 OK 如果你發覺你的人生 有一件事情 是不斷地重複的 OK 譬如說姐姐 她不斷地說 那些八婆什麼什麼 不侵她玩 等等 她為什麼會被人排除在外 是因為她又排除他人在外 所以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 那件事情一直發生 要被看見 是的 那其實為什麼我們會 這件事情 HIGHSELF要這樣做 它不是玩你 或者是玩X你 OK 是因為 宇宙間的整傳法則 你要明白 其實這個是你的課題 來的 你來到這個世界 如果你們上過來 我們的社區中心做個free flow 或者見過別人做free flow 有些人是free flow去前世的 你就會看到為什麼 就是因為她那一輩子 她沒有經歷到 她避開了 因為那個頻率在冷漠 因為不想受傷害 又期待又不想受傷害 又擔心 又醫療療療療 那些 OK 接著 不想經歷 總之 這次她再來過 所以其實冷漠是一個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頻率 你看看鄰近地區 他們的頻率 你問我 少數人叫美美 小數人 我也有一個靈性導師 是很高頻率的 是真的一個好人 OK 他不是假的 他是少數 但是大部分的人 當你說李旺陽 艾美美 我說個靈性導師 那些當然是高頻率 但是 我覺得大部分人 都是在 desire 即是慾望 fear 以及apathy 即是冷漠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政權有心想這樣 這樣 便於管治 你說 美國也是這樣 是的 我承認的 所以剛才不是說共濟會 當然這些全都是陰謀論 沒有人確認的 但是 如果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 每個人都很靈性 大家都是頂論 大家不重視物質 頂論的人完全不重視物質 穿什麼都無所謂 布丁其實很帥 他穿西裝真的很帥 但是他沒有 我只見過他穿過一次 他每天都 T-shirt 短褲 踢拖 但是他對靈性的東西 他的靈力很強 是的 而 底論的人就是不靈性 因為他很密質 你明白嗎 什麼都要看到 看到摸到 量化到 才覺得是真的 我現在不想說得太深 但是有一個 很新的概念 我想告訴你 我接下來會 分批說 其實接下來我們會有 工作室 我現在是等著 留同學幫我安排好 因為你知道我電腦白癡 計劃看不懂 什麼都不懂 但是我接下來會做 一些麥倫的工作室 還有我甚至會有 手測的方法 讓你們看到 麥倫的能力是真的 OK 那些很棒的 那些挑機王 什麼能量歸波氣功 那些 就會 這樣 我最喜歡看到大家的樣子 知道嗎 太陽倫 OK 即是 不同的麥倫 主導當中的性格不同 但是其實這件事 是跟你 這一輩子 來到這個世界的 靈魂使命 人生課題 有直接關係的 你未出生的時候 你已經選了這個父母 你未出生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因為我們要經歷這一堆事情 而你下來去經歷 明白嗎 所以現在 不要說怨天怨地 怨蜜怨蜜那些 其實 你是要去體驗 去經歷 去經過 去神復 去 surrender OK 這個 surrender 不是說看見 人家的滯愈 人家的痛苦 莫不關心 不是 而是 對自己要經受的事情 神復 OK 我慢慢陸續會說 我剛才說的 最後一個要講的概念 我接下來要提 我要交代 就是 人是有一個主導的 目論 沒錯 但是你的愛情觀 你的理財觀 你的家庭觀 是不同的目論 OK 是不是很恐怖 這一套 你都不用上網搜尋 不用上網找資料 因為這一堆東西 是我的超級自給我 是一個下網搜尋 是一個下網搜尋 OK 所以 You are just gonna get it from me nobody else OK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就回去照顧小孩 大家好 我們下一次不知道什麼時候見 因為 都是那句 你上來就知道 社區中心很忙 這段時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就 留意我們的Facebook page 生酮感受 生酮飲食的生酮 我仍然有焗包 但是最近因為 很忙 所以這些冷凍包 就沒有做 一天半六 但是焗的東西還有做 那 就 like了我們的生酮感受 我們會有什麼 在上面更新大家 還有 在YouTube上 你們也會做一個 點擊 我們一出的時候 你們會知道 好嗎 OK 如果有什麼要問的 就留言 或者是WhatsApp 91702922 OK 拜拜